今天又做這個厚切豬扒 上次是用來煎 上次那包就好像38元 這次就沒有特價 48元 都可以的 一樣是成串口 澳洲 谷字 食谷的 不知道是不是食谷種 沒有加賀爾蒙 很容易煮 如果煎的話 就一面煎6分鐘 另一面煎多4-5分鐘 即是夾10-11分鐘 那就搞定了 不用碰 處理之前就洗洗它 真空包裝真的不錯 真的很好 這次不煎我就好像 像牛扒一樣可以煎牛肉粒 現在是煎豬肉粒 四四方方一粒 切下去都幾 軟熟 即是說不用斷都應該咬得開 它都幾瘦 瘦慢慢的 一點肥都沒有 一刀都切得開 你說多軟 好像切魚 醃去就簡單了 豉油、糖、胡椒粉 糖 少許鹽 你喜歡可以加其他味道也可以 沒有所謂 你加蠔油也可以 加雞粉也可以 加黑椒粉也可以 自己喜歡 很容易 熱回去幾個小時 好 煮得 加點油 這裡呢 水汪汪就 加緊些汁先 煎它之前呢 就加少許生粉 不是撲均勻 是拌勻 讓它表面有少許粉 有粉呢 就 容易一點封了 表面 你說不下可以嗎 不下也可以 下就 可能好些 應該可以 千萬不要一粒 真的粒粒不同尺寸 這粒好像沒有切過 真的 算了 都是這樣吃的 不要太大火 還沒熟 不過剛才因為大火 所以 色水變了 所以現在很早就翻去 如果慢火一點就 耐煮一點 現在就沒那麼怕了 因為我加慢了 火 不知為什麼呢 我剛才切的時候 明明很小粒 下了個鍋 我就覺得很大粒 很多時候都有這樣的錯覺 我本來打算小粒一點 肉快點熟 有這些應該熟了 薄一點 放上去 差不多了 其實最安全的就是 找一粒切開 不過算了 這麼小粒應該可以 又是厚切豬扒 上次是成塊煎 今次就 切粒粒 找粒細粒給你試試看 看看效果如何 二粒對嗎 還是喜歡大粒 拿過來試試 小粒 我怕你喜歡吃大粒 阿爹就不好吃 給小粒去試 沒有牙 應該吃到 這些薄薄的 好吃 這隻我 很適合你 餵食 很適合你 口不口得開 口得開 很好咬口 比較小的去試 去試 薄一點那塊 薄一點那塊 就試到 這塊去試 給他 給了 一塊仔 給多一塊 一塊 肉蛋來的 夠不夠了媽媽 夠 知道是什麼肉 魚肉 是豬扒來的 沒有嘆過的 沒有打過的 沒有打過的都那麼軟 鬆 那些豬都不知道吃什麼 沒有打過的都那麼軟 我覺得 懷疑它是 仿造肉 仿造肉 沒有仿 人家做的東西 假得來 好像真的 你想多了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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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打過的都那麼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